在室内设计中,木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木工技术可以被用来改变空间氛围,并带来令人惊叹的效果。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木工的角度来探讨室内设计中木工的重要性,并分析木工如何改变空间氛围。 第一个论点,木工可以创造独特的细节和设计元素。 在室内设计中,木工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细节和设计元素。 从而改变空间氛围。 这些细节和设计元素可以在家具、装饰品和其他木制品中找到。 例如,在一个现代风格的客厅中,一个木制的咖啡桌可以带来自然的氛围,并增加温暖感。 另外,木制的天花板、地板、壁炉等设计元素也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独特的风格。 第二个论点,木工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传统美学。 木工工艺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传统美学。 例如,在一个古典风格的客厅中,一个雕刻细致的木制栏杆可以为空间增加细腻和艺术感。 另外,雕刻细致的木制家具、镂空的木制门、边角雕刻的木制装饰品等,都是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传统美学的木工产品。 第三个论点,木工可以创造实用且美观的室内设计。 在室内设计中,木工技术可以用来创造实用且美观的设计。 例如,在一个现代风格的厨房中,一个木制的厨房导可以提供额外的存储空间和工作空间,同时也可以为空间增加温暖感。 另外,在一个工业风格的客厅中,一个木制的书柜可以为空间增加自然元素,同时也可以提供存储空间。 第四个论点,木工可以运用不同种类的木材打造独一无二的室内风格。 在室内设计中,木工可以运用不同种类的木材来打造独一无二的室内风格。 例如,使用深色石木材料可以为空间带来豪华感和优雅感。 而使用浅色木材则可以为空间带来明亮感和舒适感。 此外,不同种类的木材还有不同的纹理和花纹。 这些都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第五个论点,木工技术可以打造完美的室内设计。 在室内设计中,木工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木工技术可以用来打造完美的室内设计。 例如,专业的木工技术可以确保家具和装饰品的精确度和质量。 此外,木工技术还可以用来定制家具和装饰品以满足客户的具体需求和喜好。 在整个室内设计过程中,木工技术可以为客户提供独特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第六个论点,木工设计可以增加室内空间的可持续性。 随着人们对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关注不断提高,室内设计也越来越注重环保和可持续性。 木工设计可以为室内空间带来可持续性的设计元素。 例如,使用再生木材、森林认证木材等可持续木材,不仅可以降低木材的浪费和砍伐,还可以为室内设计带来独特的纹理和色彩。 此外,设计可以将废弃的木材制成新的家具和装饰品,减少浪费和资源的消耗,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七个论点,木工设计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在室内设计中,安全和舒适性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木工设计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例如,木制楼梯可以提供稳定的步行体验,木制门窗可以提供有效的隔音效果,减少噪音的干扰,而木制家具和装饰品则可以为室内空间带来舒适的氛围和亲和力。 第八个论点,木工设计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价值和魅力。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生活体验。 因此,设计师需要通过创造独特和精美的室内设计来满足人们的需求。 木工设计可以为室内空间带来独特和精美的设计元素,提高室内空间的价值和魅力。 例如,木制家具和装饰品可以为室内空间带来高雅和豪华的氛围,吸引更多的客户和访客。 总结,综上所述,木工在室内设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通过创造独特和精美的木工设计可以改变室内空间的氛围,创造出令人惊艳和令人难忘的空间体验。 木工设计还可以为室内空间带来多种设计元素,例如纹理、色彩、形状等,丰富了室内设计的视觉效果。 此外,木工设计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实用性、耐用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提高室内空间的价值和魅力。 因此,设计师在室内设计中应该充分发挥木工设计的作用,并将其与其他设计元素结合起来, 创造出更加完美和独特的室内设计作品。 同时,对于木工设计的发展和应用,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随着科技和材料的不断发展,木工设计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更新和演变。 例如,现代木工设计中不仅有传统的手工木工艺,还有机器加工和数字化设计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了解木工设计的最先发展和应用,从而更好地应用它们到实际的室内设计中,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和美好的居住环境。 此外,随着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木工设计也越来越注重材料的选择和使用。 传统的木工设计使用大量石木,但由于石木的产量有限,使用石木也会对森林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因此,现代木工设计也开始关注木材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 一些木工设计师开始探索使用可再生材料或回收利用材料来进行设计,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设计理念。 例如,一些木工设计师使用竹子等可再生材料来进行设计,不仅达到了美观和实用的效果,同时也实现了对环境的关注和保护。 总的来说,木工设计对于室内设计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它不仅可以丰富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同时也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实用性和耐用性。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木工设计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关注材料的选择和使用。 实现可持续性的设计理念。 在未来的室内设计中,木工设计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并不断创新和发展,为人们带来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除此之外,木工设计也可以透过不同的设计风格来影响室内空间的氛围。 不同的木工设计风格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氛围, 从而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例如,传统的木工设计风格常常会给人一种温馨、舒适和自然的感觉。 而现代的木工设计风格则更加注重简洁、现代和创新的感觉。 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 木工设计风格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选择不同的木工设计风格,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室内氛围, 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的不同需求。 另外,木工设计还可以通过结构设计和装饰设计来改变室内空间的结构和布局。 例如,在小空间中, 木工设计可以通过定制储物柜和收纳柜来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和实用性。 在大空间中,木工设计可以通过装饰设计和隔断设计来营造出不同的功能区域, 从而提高空间的实用性和美观性。 此外,木工设计还可以通过加入不同的功能设计来满足人们对于生活空间的不同需求。 例如设计有储物功能的床头柜,拥有折叠功能的餐桌等等。 最后,木工设计也可以透过色彩和纹理来影响室内空间的氛围。 不同种类的木材具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 木工设计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木材来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氛围。 例如,浅色的木材常常给人一种明亮, 舒适和温馨的感觉, 而深色的木材则更加注重豪华, 高贵和稳重的感觉。 此外,木工设计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纹理的组合来创造出独特的设计效果。 例如,将不同的木材拼贴在一起, 形成独特的纹路和图案。 通过这些设计手法, 木工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氛围, 从而让室内空间更具有个性和风格。 总之,木工设计对于室内设计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从改善室内环境,提高室内空间的实用性和美观性, 创造不同的氛围等方面。 木工设计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 适当的运用木工设计是非常必要的。 在选择木工产品时,不仅要考虑其外观和功能, 还要关注其品质和安全性, 确保其能够长期稳定的使用。 通过适当的运用木工设计, 可以让室内空间更加实用、美观和舒适, 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此外, 木工设计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室内空间的整体效果和价值。 一些高端的木工产品, 例如木制门窗、木制家具等, 不仅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美观度, 还可以增加整个空间的价值。 这些产品通常使用优质的木材和高端的制造工艺, 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使用效果, 成为室内空间中的亮点和特色。 因此, 对于那些希望提高室内空间价值的人来说, 选择高端的木工产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木工设计的应用不仅局限于室内设计, 还可以应用于室外设计。 例如, 木制露台、 花园木制结构等, 都可以通过木工设计实现。 在室外空间中, 木工产品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自然风格, 使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 同时, 室外木工产品还可以提高户外空间的实用性和美观性, 增加户外活动的乐趣和舒适度。 总之, 木工设计对于室内设计和室外设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适当的运用木工设计, 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氛围, 提高空间的实用性和美观度, 增加空间的价值等。 因此, 在进行室内设计或室外设计时, 将木工设计纳入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无论是从个人生活品质的角度, 还是从商业化的角度, 木工设计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设计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